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 历时64天的平均战役完美结束 而北平和平解放的过程 又无疑是整个平均战役中最精彩 也最令人满意的结果 它除了让华北第一大城市免遭战火之灾 更让华夏祖先留给后世的文物珍宝得以保存 最重要的是 北平的和平解放让全国乃至全世界都知道 中国共产党是在以一种极为宽大的政策 对待国民党降临 和平才是中国共产党的最终诉求 被我们称之为北平模式 在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所以从这几点来看 平心而论 傅泽毅先生是功在人民 当然北平的和平解放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傅泽毅也不算是心无杂念之人 在此之前的华北战场 除了国共双方的政治博弈 战场上也免不了一较高低 让我们继续上一期的内容 把时间拉回到1948年12月11日的华北战场 继续平均战役的故事 此时此刻 傅泽毅的王牌35军被华北第二兵团包围在新宝安 张家口的五万多守军则被第三兵团牢牢的控制 可以说傅泽毅的一次上车阵已经被解放军掐住了尾巴 向随允撤退已经不可能了 而在北平以东的方向 目前还没有东野主力出现的迹象 傅泽毅担心 三个军回防北平 同时命令天津警卫司令 兼好兄弟陈长杰继续强化天津防戒 做好和解放军血战的准备 陈长杰不负大哥所望 把天津城外的数目全部砍掉 扫清了射箭 同时又布下了四万多个地雷 强化了几十个雕炮 这还不放心 又引入了河水灌满护城河 天津城内更是修筑了几百个暗保火力点 这样就算解放军攻进城也会陷入恐战 所以我们看 傅泽毅现在的布局 已经从一字上车阵向固守平津转变 也就是坚守城防攻势 打死不出城 那被包围的新保安张家口的守军呢 四个字 天天有命 但是连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军委并不打算迅速吃掉这两座敌人 反而要通过围而不打 让傅泽毅产生一个错觉 那就是这两支部队还有生凡的可能 所以军委对前线将领下令 暂定两个星期内不做坚定部署 保持围而不打的局面 冬月阻力刚刚到达丰润 玉天地区 一时还不能够切断北平 天津康库 拔掉新保安张家口 等于逼迫傅作义 不顾一切的从海上撤走 那么这仅仅是为了让傅泽毅产生错觉吗 当然不是啊 还有一点是因为傅泽毅已经在私底下联络到了主席 透露了和谈甚至是起义的想法 所以对新保安张家口维尔不打 一方面是为了稳住傅泽毅 防止他从海陆逃跑 一方面也是在给傅泽毅一个台阶架 你想傅泽毅坐镇滑北 拥兵50多万 是国民党阵营中妥妥的实力派啊 如果能够争取到他的起义 那将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巨大的轰动 也会给国民党致命一击 所以傅泽毅表明核担态度 主席立刻重视起来 但是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 主席一眼就看穿了傅泽毅 是罪翁之义不在酒 面对傅泽毅的示好 主席并没有百分百的相信 是吧 你嘴上说瞧不上国民党的贪腐 但谁又知道 你是不是真的想站在人民这边呢 所以对于傅泽毅的和谈警求 主席的战术是 给你机会也不给你机会 所谓的给你机会 就是主席会根据形式 精心准备和谈方案 至于不给你机会 就是为了防止你利用和谈 拖延时间跑路 或者谋求不正当的政治利益 解放军就会在军事上步步紧逼 超过一定时间后 就会以军事打击解决平静战士 那说的直白点就是 谈可以 但别耍花样 反映到军事上 就是华北军区保持对新保安张家口的包围 而东北野战军 包括先遣兵团在内的七十多万大军 加上十五万民工 则在林彪、罗容环、刘亚楼三位首长的率领下 全面入关 会和华北军区司令员内容真后 向北平、天津、唐沽、唐山等地 发起全面的战略包围 并由小警光司令员率领东野地 解放军在战略上 已经完成了对傅作义的包围 我们同学可能会怀疑 傅作义密云之战 不是已经知道东野入关了吗 怎么就愣在原地让解放军包围呢 这个就不得不佩服主席高深的战略部署了 为了稳住傅作义 在此之前 华北军区第一兵团 已经暂停了对太云的总攻 第二第三兵团 又抓住了傅作义的几万部队维而不打 这个就让傅作义舍不得放弃他的嫡妻部队 与此同时 南线激战正撼的淮海战场 军委又命令花野暂缓总攻杜宇明集团 让傅作义认为 他在北方战场还没有被完全的孤立 所以傅作义没有能够下定决心放弃平京 除了有他自己不愿意去江南的因素 更重要的是 是他在战略心理上 被主席完全拿捏住了 而为了唱这一出包围大戏 太原、平京甚至是淮海战场 都在主席的命令下配合演出 不得不说这待遇是给足了傅作义面的 大家不要觉得主席这是兴师众众多虑了 事实上傅作义在这期间 已经接到了蒋介石的命令 要放弃平京南撤 他手下的中央军要是稳不住 说不准就会脱离傅作义的指挥 自己跑唐谷坐船跑了 再者傅作义虽然有谈判意向 但却有自己的意向 第二个 让出被东野拿下的北平南越机场 给自己一些自由活动的空间 第三个 要在华北成立联合政府 傅作义要加入这个联合政府 那第一条第二条 我们可以说是傅作义为了保存实力 请求解放军让步 那第三条 可就是妥妥地在为自己谋求政治利益了 成立联合政府 怎么成立啊 还不是以他自己手里的几十万大军为资本 和中国共产党一起成立嘛 这样他的部队就是联合政府的部队 而不用改变为解放军 他自己呢 更可以在政治地位上 和中国共产党平起平坐 所以很明显 党中央是不可能答应这样的要求的 傅作义并不那么清醒啊 他的谈判代表 还提出要我们退出南越机场 放35军回北平啊 还提出 建立什么 华北联合政府 百万大军 都在门口 晚上和我们 而一天作物 未免 太浪漫了吧 电影中对于 为什么不同意副作义的条件呢 主要是从实力层面交代的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电影没讲 那就是华北联合政府的 但仗都打成这个样子了 联合政府还有谈的必要吗 再者 傅作义只是国民党的一个地方将领 还没法全权代表国民政府 你一个地方大员就要和中共成立联合政府 那其他的国民党将领都要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成立联合政府怎么办 是吧 中国就一个 你要搞几个联合政府啊 这样不就分裂了吗 要组建联合政府 也是和全国所有的民主人士和党派一起组建 而不是单单和傅作义 但是我们刚才讲过 蒋介石撕毁了和平协议 联合政府的主张 已经被国民政府用实际行动否决了 所以到了现在 就更加没有提出的必要 说白了 傅作义的这个要求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在谋求不正当的政治利益 所以为了让傅作义认清现实 尽快地让他放下武器 主席命令华北第二兵团 于1948年12月21日 对新保安发起总攻 在冬夜已经全面包围北平天津的情况下 第二兵团的群力出击可谓是势不可打 在隆隆炮火中迅速突破了新保安的外围城墙 任凭郭锦云怎么指挥 都挡不住解放军的脚步 打到最后 郭锦云手下的两个师长都绝望了 101师师长冯子 直接命令部队放下武器 停止抵抗 35军至此复变 而军长郭锦云呢 眼看解放军排山倒海般的打了过来 自知突围无望 又不愿意当俘虏给傅作义丢脸 于是拔出手枪 在绝望中自杀 一听说35军完了 张家口守军也坐不住了 傅作义也深知张家口招步保机 就命令手将孙兰峰立刻放弃张家口 向随远突围 但是主席早就料到这一点 命令华北第三兵团 加上东野四十一军 提前在半路上埋伏 直接杀了孙兰峰 一个错处不及 我们要知道 影响一个部队战 三十一军团队战 三十五军覆灭的 哪还要弹量和解放军正面交锋啊 好都来不及 偏偏解放军还在半路上把他给截住了 犹如是虎入羊群的 国民党这五万四千人不到两天就全军覆没 而孙兰峰呢 运气出奇的好 在被解放军俘虏之后啊 竟然又神奇的跑了 冒着天寒地冻硬是走了七天啊 最后是走到了龟嘴 被董七五救下了 至此 华北军区收复张家口成功绝持 而平均战役第一阶段 也胜利结束 这两个地方是不够的 只有彻底的拿下天津唐古 掐头去尾的战略才算是真正的完成 远在南京过圣诞节的蒋介石 一听说张家口失手 立刻就派出小儿子蒋伟国啊 前往北平 再度的劝说傅作义难撤 但是也没成功 反倒是西百波在年底啊 正式发布了一份战犯名单 列举了43个 国人皆可杀的战争罪犯 而傅作义就被列在了第31位 刚刚收听到新华社广播 列举出 所谓国人皆约可杀的头等罪犯 43名 第一名是蒋先生 名单上第31名 一听这个傅作义坐不住了 他认为共产党把他列入战犯名单 是把他往绝路上逼 不给他活路 但其实啊 这是主席的一番良苦用心 我们之前说过 蒋介石一直有派人监控傅作义 他的异常举动 在此之前已经被上报给了蒋介石 所以蒋伟国来的时候 就给傅作义带了一封信 信里面暗示啊 蒋介石已经知道了傅作义 在和主席接触 这个时候主席把傅作义列入战犯名单 其实就是在告诉世人 傅作义是人民的敌人 中国共产党啊 是一定要将之逮捕审判的 这样就和傅作义划清了界限 不让外界的人抓住把柄 而同样被主席故意列入战犯名单保护的 还有原国民党东北交总司令 魏力皇 当然 公布战犯名单 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告诉世人 这一场解放群主国的战争 人民必胜 现在已经到了和蒋介石反动政权 做清算的时候了 也因为解放战争胜利在望 新中国的成立指日可待 所以 在列属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 和战争罪行的同时啊 中国共产党也在积极的联系 全国的民主人士 开始筹划未来新中国的第一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也就是说 主席此刻是在一边打仗 一边筹划政协 有多忙就不言而喻了 但是好在物质条件上呢 已经好转了很多 主席也不用再像之前转战閃 我们插一句题外话啊 长征的时候有多苦啊 就不提了 就说说解放战争的时候 主席转战陕北一年的时间里面 被胡宗南的几万大军追着跑 吃的是黑豆 住的是野外 还要时刻保持清醒 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 平日里发烧便秘 肠胃炎营养不良 那都是常有的事啊 最凶险的时候啊 甚至跟胡宗南的部队 就隔着一个山包 只要发出一点声响 就会立刻暴露位置 但就这样 主席仍然没有放弃 没有叫苦 一路是风风雨雨的走过来 为革命尽心尽力 所以咱看看我们现在的条件啊 首先生命安全是可以得到保证的 像吃的 穿的 住的 哪样不比主席那时候好上十倍啊 所以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如果我们同学觉得 现在的物质条件还不够幸福 那我们就去勤奋学习 努力工作来创造幸福 遇到问题 不要怨天尤人 在东野入关之后呢 平津战局已经出现了明显好转 军委经过考虑后 以林彪、罗文桓、内容真三位首长 组成了平津总监委 开始负责平津全局 同时在战略上 指定东野下一步的计划 是拿下唐沽港口 彻底断绝傅作义集团的海上彻底通道 但是 东野参谋长刘亚楼将军 在考察了唐沽地形之后 认为呢 这里面不便于大兵团攻击作战 而且敌人会随时的乘船跑路 让你打不着 所以平津总监委向军委建议 改为攻打天津 因为打下了天津 北平就彻底的变成了一座孤城 这一建议呢 就得到了军委的同意 但是 军委仍然让平津总监委 要尽量的争取天津首将 陈长杰放下武技 如果实在无法和平解放 那就坚决攻城 而陈长杰呢 早先已经接到了防守天津的任务 负责义就告诉他 只要你守住天津 一切都好办 他自己呢 也固执地认为 自己13万大军只要守住天津 就可以保护北平的安全 解放军多次的劝强啊 都说服不了 我军展开和平谈判的内容 透露给陈长杰 意思就是告诉他 你大哥已经在跟我们谈判了 是吧 你也不要守了 也加入到和弹队伍里来 到时候北平天津同时和平解放 你陈长杰就是在为人民立功啊 不会亏待你的 但是陈长杰果断地回答 当然为了迷惑解放军啊 陈长杰表面上 还是要派出生代表和我军谈一谈地 至少每次可以借着谈判的机会 摸清解放军的指挥部在哪 依次判断出解放军的工程方向 只是他跟解放军提出的和谈条件 就很天方也难了 什么自己可以放弃重武器啊 可以让出天津啊 但是解放军必须要放自己的部队海运去江南的 这种条件想想都不能答应啊 说白了 陈长杰就是死战不祥 坚决要给自己大哥敬忠 非常的讲义气 他可能认为 就算自己死战不祥啊 到时候只要负作业的和谈有结果了 自己同样也会被释放 可是哪有那么简单呢 平静总监委一方面委任刘亚楼参谋长 为攻打天津的总指挥 一方面集结了34万大 扫清了天津的外围据点 同时为了保障前线物资充足 就动员群众在一月的寒风之中扎兵开河 保障前线的粮食弹药补给不受影响 这场面就像淮海战场人民群众的小推车一样啊 浩浩荡荡奔奔涌向前 运送物资的船上更着直接写上 打到天津卫活捉陈昌杰 这个口号跟华野之前攻打济南的标语是如输一辙啊 打进济南府活捉王耀武 那王耀武已经被解放军活捉了 陈昌杰恐怕也难逃被俘的命运 哎我们同学可能会那么人啊 陈昌杰有13万大军啊 而且天津是华野 就已经被日本人修筑的很完善了 后来美军跟国民党军呢都对天津城防进行过加固 是城高强厚豪沟深 标准的固若金汤啊 加上陈昌杰又是跟副作义起家的 学到了不少防御战的精髓 又有足够多的粮食弹药跟解放军打持久战 更重要的是 陈昌杰坚信北平天津是一体的 万一天津战事紧张 自己的大哥副作义啊 一定不会坐视不理的 也正是因为如此 陈昌杰才有足够的胆量迎战解放军 甚至根据他战后被俘的交代 他当时啊 是太过自信以至于轻敌了 包括副作义本人 也对陈昌杰坚守天津没有什么担忧 以至于他对平京总经纬 要1月14号正式做出回复的要求啊 都没放在心上 那没得说了 东野只能攻城 当然 天津一手难攻这个问题 刘亚楼参谋长当然知道 所以 除了要在兵力上占据绝对优势 还击中了40多辆坦克装甲车 以及500多门大口径的火炮 配合工程 除此之外 刘亚楼将军还利用天津和谈代表 出城谈判的机会啊 故意迟到一个小时 并说自己啊 是经过了宜兴部 杨柳经过来的 用这个计谋 成功的让陈昌杰觉得 刘亚楼的司令部啊 参议会代表回来说 刘亚楼坐车 经过宜兴府 杨柳青 走了一个多小时 才和他们见面 这样计算下来 刘亚楼的指挥部 是设在天津以北的阳村 刘亚楼把指挥部设在城北 肯定 刘亚楼是把主攻方向放在城北 可是兵不厌诈呀 刘亚楼参谋长真正的主攻方向 其实是在东西两次 目标就是拿下城里的金汤桥 将天津拦腰斩断 陈昌杰很自信 国民党的和谈代表也很自信 他们坚信凭借天津的城防 解放军不苦战一个月 是绝对拿不下来的 但是在平津指挥部 刘亚楼参谋长同样自信满满 因为他相信 以东野战士功无不克的战斗意志 以地下党同志冒死送出来的城防图 30个小时 必定拿下天津 1949年1月14日 总攻天津开始